一個雙腸熱狗 大家好,我是多多 現在我在中華超龍街 準備吃這個永樂園的熱狗 這間店已經由70年代 押納至今 這裡是要下樓梯的 是一間很舊式的茶餐廳 而它最有名的就是 吃一個很簡單的熱狗 這裡其實我也是第一次來 裡面是保持著很老舊的設計 店面那一層就買外賣 而這裡就是堂食 個人覺得茶餐廳來說也偏貴 因為39元就是一個熱狗 再加一杯飲品 加多一條腸還要多3元 一個熱奶茶和熱檸茶 這個雙腸熱狗 裡面有很多醬 還有牛油 還有兩條廚師腸 這個包就看了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廚師腸 但吃下去原來是有少少介乎 脆皮腸和廚師腸之間的質感 有少少介乎 其實我覺得它最好吃 一定要吃鬆 之後就去了中環IFC的 Shake Shack 香港它推出了一個限量發售的牛油果雞扒漢堡 所以就來試一下 有一塊牛油果 還有一塊小排的炸的Baker 還有一塊平常吃的雞扒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Shake Shack 它很新鮮的炸出來 然後它熱、辣、辣地吃的感覺 不過不知道是否因為割牛油果要是冷的 所以連麵包都冷的 如果你問我 我就寧願吃回平時吃開的雞煲 畢竟兩個麵包都差18元 這個雖然說裡面有blackberry和泥芝 而且顏色很鮮艷 不過其實跟普通檸檬泥差不多 最後買單是107元 不知道你們覺得值不值得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多多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多多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和分享 希望大家以後多多支持多多 多謝